这个季节是一个非常适合播种种植的季节 因为早晚非常的凉爽 然后白天有阳光可以让植物成长得非常好 有人在留言处请问我说 这样子的路桥采收后是如何的保存留种 然后是在几月种植 种植有哪些方法呢 我今天呢会非常仔细的把每一个种植方法 以及几月种植 然后我如何保存留种的方式呢 一一跟大家分享 采收后一盒满满吃剩这些 放在冰箱用这个密封盒盖起来 一直放到现在过了一年 然后它其实在春天的时候就开始发芽 然后所以你会看到它这有一根一根的发芽 所以它的保存方式你可以放在冰箱 然后隔年的这个九月以后再来种 那像另外这一个部分呢 我是 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路桥 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在土里头 过冬过春天过夏天 然后它又开始长 那这些这些这些路桥的葱管呢 也可以像葱一样来使用 这就是我们的路桥 那我们现在又到了九月了 开始种路桥的时间了 每年的四月到七月是它的采收期 九月十月就是它的种植期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你采收后可以三五颗一桶 然后塞在菜盆的边角 让它度过休眠期 然后慢慢的成长 像这几株呢 你看得到它已经绿油油的 这个路桥的这个 这个上面的像葱一样 你看像这个葱一样 这个葱是株葱 也就是红葱头下来种的 这个我上礼拜种的 现在已经超过快二十公分 所以长得非常快速 这个路桥呢 你就可以在这段时间呢 你就可以不断的采收 它这个葱管来吃 然后到了明年的四月到七月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一次的来采收这个根茎 那这个根茎的种植呢 就是现在九月十月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埋到土里面来种 如果你没有把它 没有就是没有 直接在土里面成长的话 像我其实 它不用太多空间 像我都是把它塞在菜盆的一些角落 一些角落 像其他的地方就是 种各式各样的菜都没有关系 我再让大家观赏这一盆的 它一样度过休眠期 现在呢 也是绿油油的冲管了 然后来看 这一盆是我前两天把这个菜啊 红凤菜白凤菜都收成了 然后这个它其实就在去年收成以后 它度过了冬天春天夏天 然后现在又来到了秋天 所以秋天是它在一次种植的时候 所以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鹿桥的这个头呢 它其实都在发芽了 在春天的时候 它其实在冰箱里面都已经发芽 所以我一整盆 通通都发芽 我早上忘了先拍 后来想到只有留了几根了 你看看它有的已经长这么长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把它直接的来种植 我们来分享一下种植 这个鹿桥的种植非常简单哦 你可以拿个两个三个都可以啊 两三个三四个都OK哦 像这样子两三个三四个啊 这个长出来的人 你可以让它直接 或是你都把像我的方式 我是都都把它掐掉啊 然后包括这个跟径啊 还有一个部分补充说明 现在才想到 所以其实我放在冰箱 其实其实这样子放在冰箱 是因为会有湿气哦 所以它仍然会可以长出 这个绿的管 绿的冲管发芽哦 然后我会 我会把它要种植的时候 我就拿出来 大概让 放在阴凉处大概两天哦 现在整个都比较干燥了以后 我再来种哦 那我们就这样子 直接把它塞到土里面 我通常都喜欢把它 就是种在菜盆的边角 让它跟菜哦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算是辛香类的植物哦 它会有一种躯壁的作用哦 所以是是算不错的这个可以 帮助植物哦 避虫 这样子搓一个洞 然后就把两三个 三四个都没有关系 然后就把它塞进来 这样子就可以了哦 那就完成我们的种植 那你中间可以种任何书 这个当季的蔬菜哦 如果你像我一样种植 你就可以一年试剂 不怕没有葱没有蒜 因为呢 这个鹿桥的葱管 然后它底下的铃茎 都可以当做蒜头一样的吃 而且更营养更美味 这就是这个鹿桥很棒的地方 就分享到这里咯 感谢您的观赏 园艺小国家艾妈Candy 会持续分享影片给大家 大家喜欢的话 请按下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的分享哦